偷条和西瓜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逛市场 今天的市场的人真是不少 今天想给大家聊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购买果丸的时候 你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呢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真假的问题 买假的肯定是错的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容易买到假东西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特别的贪心 有的感觉好像来这种市场上必须得来捡漏 捡不到漏的话 就感觉好像有吃亏的那种感觉 其实真正的这个股玩的这个收藏啊 还有股玩交易啊 其实没有那么多漏可去减的 我们应该保持着正确的 理性的理智的这个收藏购买的一个正确的方式 去进行这个收藏一件东西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片这个水滴 这是一个建筑构建 这是我们如果是懂得这个收藏的朋友呢 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水滴 水滴是什么呢 就是在过去这个房屋上面哈 它有两种东西 一种叫水滴 这种这种就是水滴 还有一种呢是瓦当 瓦当是圆的 它是瓦当是在水滴 就是一个瓦当一片水滴 一片瓦当一片水滴 都这样是排列有序的 然后在这个屋檐这儿 它这个水滴的作用呢 它就是从房顶上就是流水的时候 这是个槽 然后从这个地方看好可以流下来 就是作为一个排水的一个功能 这件水滴呢 大家可以从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上面呢它这个背后呢是一个断层 是个自然的一个断层 这个很漂亮 我个人认为这种凤的凤鸟的 代表凤鸟这种的规格 应该在过去来说 也不是说是一般家庭能用的 因为像这种流利瓦当啊 这种东西呢一般都是 家里面都是非常有身份的人 才能用的 像一般的小门小户呢 都是用灰瓦 或者说用其他的东西代替 所以说这种呢 带有这种流利瓦的这种的 构建呢 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有更多视频呢 可以在下方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